看的是春华秋时 201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 接下来要迎来我们今天节目的 最隆重的一组客人 很特别 他们是一个大家族 一个世纪四代人 我们如果说四十同堂的家庭 家里都曾经是学生 好像很正常 因为我们都要读书学习 但是如果我要介绍这个家庭 他们一个世纪四代 这个家族出了35位老师 此处应该有掌声吧 来 我们有请 这个来自天津的 幸福的老师的大家族 有请 爷爷您慢一点 节日快乐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大家族有35位老师 但是今天我们只来了10位代表 我们首先请老师们 自我介绍一下 爷爷您先来好吗 我是教师师家的第三代 我叫任宝源 我是天津市和西区少年宫退休的老师 这是我的老伴 奶奶好 大家好 我是杨木兰 天津市和西区教育中心的退休老师 我也是教师师家的第三代 大家好 我是教师师家第四代 我叫任美 我在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做班主任 大家好 我叫蔡建爽 现在就职于天津大学研究生院 从事的是高等教育 具体说是研究生教育的 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教师师家第四代教师 我叫王兴然 我是南京市金陵中学 仙陵分校中学部的一名英语教师 大家好 我是任宝毅 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六中学教师 我是任宝毅 我是任宝局 天津师范大学教师 大家好 我是任宝和 天津市海河中学教师 大家好 我是何春 是天津市第四中学英语教师 大家好 我是何田 是天津市主流医院护校教师 谢谢 欢迎我们教师师家的代表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教师节快乐 我要考考最年轻的小伙 你是家里最小的对吧 是的 你是第四代老师对吧 因为如果这样一个挨个介绍的话 可能现在很多观众看节目说 可能是各个学校的教师代表 不是 他们是一家人 我们以他 你怎么称呼你的长辈 我们就能听出一家人的味道了 叫错了 要罚你的 来 好 这位是我的大伯父 这位是我的大伯母 这位是我的二姐 我们都是教师师家第四代教师 这位是我的表哥 表哥 这位是我的三郭 这位是我的五郭 他是我的六郭 这是我的小郭 最后一位是我的七郭 谢谢大家 没有叫错吧 对吧 这有意思 这究竟是一道语文题 还是数学题 考试还没有结束 拿着话筒小伙 请转身 您尊称这一位 您应该叫他 这位 是我大伯父的爷爷 我应该叫他 太老爷了 也是我们教师师家的第一位老师 我的爷爷呢 是天津势力第十一小学 也叫智慧师小学 当了一辈子老师 他们对智女呢 也是要求比较严格 所以现在呢 我的弟弟妹妹 还有更下一辈子 他们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 所学的东西呢 就是能够用在这个教学上 还愿意 很多人都愿意 继续做教师的职业 谢谢爷爷 给我们的分享 今天我们这个大家族啊 教师师家在天津 已经传为佳话了 在我们送上节日的 鲜花祝福之前 其实这个家族 也有一个小礼物 送给全国的观众 就是我们这个教师师家 大家族的家训 这幅队里儿呢 忠厚留有一地步 和平养无限天机 这一个呢 是我家的这个 教师师家的家训 有的家训呢 我们大家呢 都从小就知道 所以长大的做教师呢 其实自己心里边 也是非常高兴地 愿意做这个教师事业 谢谢 谢谢爷爷给我们的分享 我们都记住了 而且我们要学习 要践行 来 我们的少先队员 送上我们教师节的鲜花 欢迎小朋友们 在我们送上最热情的 祝福的掌声的时候 我们大屏幕上 也出现了我们全家福的照片 四世传家 一门十表 我们再次向这个伟大的 教师家族 教师师家 吃敬 教师节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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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